对线剑机,特妙的,我感觉开局就得欠这个英雄三个人头 点燃征服着剑机破绽还是很大的,但是像这种不灭剑机在这QQQ,我也摸不到他,就很难受了 就只能趁他想补到的时候,来偷偷的QA一下吸一口 就在等你上岸的Q一下,往侧边拉,把那个破绽拉到远边去,这样他Q不到,然后我再把强攻A出来 还是换成嘴巴,这爪子短没办法 抢了二级,没关系,重点就是要把这个破绽的位置给拉好,他A不到破绽,就像优米一样 学的什么,技能这么稳,这都不放 这种阶级就是最难打的,太稳健了,实在是 换血有点小崩,赶紧撤退,结果这个位置来不及了,萨拉斯直接递过来闪现W,给我收掉了 先试一试,无伤大雅的,毕竟我的屏障还捏在手里了 这波推线的话就不用怕了,因为已经凑齐了,反杀三要素 一个就是冰堆,第二个就是屏障在手,第三个就是对面没有点火 怎么感觉有点跳拼啊,这个网络 换吧换吧,换的都是假血,狼人魅力时刻,赶来是吧 吸血,千万不要停,重点是能A到谁就A谁 不灭剑机挺好打我的,反而是对面的打野给了机会,你能想象到这个血量,我能反下两个吗 手中动作千万不要停,A下50多,狂吸啊打这个小兵,好炮蛇帮我挡了这个E技能 这个萨拉斯,竟然对我还存有杀心啊,你的技能用完了,不会以为神用两个TP 我就怕你吧,前期的强攻配合狼人伤害可是非常的爆炸的 狼人魅力时刻,好恶心好恶心,没有重伤是这样的 这一波是升六级的线,上大玩家懂得都懂,该上去跟他做装背了,他应该也意识到了 不过这个兵线想推进去很难 好厉害的短Q,先把这个小兵A到残血,这样可以第一时间上到六级 等他上来打,找个合适的时机,直接给他灌到死 因为六级的大招千万不要捏,他会自适应的 就看我有大招,剑机的注意力会越来越集中的,那我直接就放 哎,你肯定没有想到,最后再摆头换脑,扭到一个W技能 已经杀了,但是不着急,这时候要把剑机的剩余价值给榨干 把这个线处理一下,六级了,还可以,多骗了个大招 只能说,线太长了,给狼人的话,求生心思断不可有 最后一个Q,收掉,亏到爆炸了,这个线还 最后一会有点像,我们下来的木头 都可以试一下,蒸银子 从来的线太长的小时,也有点像 就像是一样的银子 一样的银子 不得飞到,但我一定会讨论 最后一会也好像一样的银子 不得更多银子 我不得更多银子 很高的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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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